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见会的强强对决 那还是两个老对手 关键帮调鱼岛,对面生日快乐 那鱼岛今天上的是一个盘斯武装 花果山加州市普拓 今天没有上国标 开了一把虎镇 那对面还是传统的国标 大唐神明的女儿国标 虎镇打虎镇也是没有任法克制 野兽之列开场先加上 当然,花果山的话 他还是比较依赖于 这么一个身上该有的一些状态吧 比如说走的一个漫天的路线 后期有机会去扶扶小旗子 拉个魔镜孩子 把自己输出先拉上来再说 对面触发精神 这一波就可以点了 当然前期可能观众方这边 他还是不会过多的去 上天地同兽进行防守的 怎么着也得等对面点一点吧 观众方 直接杜结精神保了一下 他还在找漫天 但是把宝贝给敲死了 这样玩的黄花果山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杜结精神破掉 光辉再补一补 对那方 石木林是不是用的琴三点 单抽 踩了个塔 卡个大金建议 联心建议走起 小旗子 小旗子也有了 有的小旗子也还得跳漫天 这是 把这种阵容啊 或者是花果山 现在这么一个门派特点决定呢 择个塔 防御圈走起 现在观众方 又丢了一把小旗子 电魂闪的宝宝 也是可以驱散掉小旗子的 神明那边 先亲亲宝宝 风刺剂 没解封印 选择了一把 破血 亲宝宝 那这样观众方 两把小旗子 就都没了 小旗子 白利了 咱有一说 也打将会 观众方这套 这种不厉害 就打一些正维赛 还是可以 山豹 带走 紧箍咒 就这么 慢慢耗着吧 电魂闪的宝宝 就盯着观众方 画过山 你身上有啥状态 我也得给你敲掉了 轻硬三点 差一丢丢丢 罗汉盖起来 有一把 当头有神针 还有小旗子 观众方这边 还得继续 把小旗子 立起来吧 这枚小旗子 也确实不行啊 满天来一个 这个金钦很舒服 罗华城 你在控女儿村 这波对面 没点 选择了起轨 甚至那边 确实稳得住啊 也知道 观众方暂时 也没什么进攻力嘛 双方都省用 再补个灯 观众方 还是没有给自己的花骨山 去打上一个 天地同兽 观众方 还是继续飘漫天吗 选择了 当头 感觉就这一把门天 还是有点不太够啊 再继续 再继续 直接要杀武装吗 没有 对面 还是又飘出了一把门天 我看一下 对面方的门天 好像有点多了 再深用 两把门天 观众方也是继续飘 没出 小旗子 小旗子也不利了 刚才被对面 这电弧扇的宝 折腾了一下 观众方 不利小旗子吧 这也不是个事啊 这不利小旗子 侵蚀仙界 但是随着一个比赛的 深入对面手里的灵源 也就是 尤其是地府这个点的灵源 人家积散起来以后 会给观众方造成一个 很大的威胁了 赌一赌 赌头青孩子 打了三千七 这孩子挺防御的吧 再来一把金青 小烈藏刀 给给 小死亡挂中 对面终于开始进攻了 三抽 带走 没有小组的 还好 现在主要是 你不知道 从哪个方向去进攻 你知道吧 就一直这么 青宝宝的话 对战方 肯定无所谓的呀 这一只青宝宝对面 肯定也不吃亏的 人家大唐加神木 两个输出点啊 咱们就说人物单位啊 两个输出点 慢慢大唐能赔 神木林单出 青宝宝宝效果也很好啊 但你就一个花骨神啊 就是大家一起 青宝宝 那对面肯定也不吃亏的啊 如果遇到 找不着合适的进攻点 那你这也不好打呀 这套阵容玩的就是一个 紧箍咒 加磐斯的进导 去守尸体的一个思路嘛 但是官大方现在进攻打不出来 对面直接双青石 直接可以杀你的武装官了 我感觉 主要现在武装官身上有封印 杀武装官存在一定的风险 小死亡还是继续点 这有点 杀机又扭刀了呀 点个花骨神 双青石 有点 杀机又扭刀了 浪费了 但是打到宝宝了还行 又抽死一个宝宝 就也还能接受 对面地府可以实现一把 两次延长 能续到16回合那点陵远吗 再来一个青石 那就接着青宝宝 官大方没有女儿穿 所以对面的延长 官大方是无能为力啊 只有四个字 那就无能为力 对面的延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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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建设是在禁要 還是 不卡要的嗎 小裏藏刀 凡是沒去卡要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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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著風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沒看明白啊 嗯 嗯 這年還是缺一個 倒是現在四個封印齊了啊 現在四個封印還差一個啊 戰敵 哎 哎 哎 這波下台中 關著風這邊更劣勢了 對吧 這波下台關著風就更劣勢了 呢 哦 按 啊 繼續招寶寶 繼續招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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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點倒你一個兩個的 直接就上帝 親你寶寶抓一把節奏 遇到剛才那波逆境失敗 因為本身自己花果山 已經倒地了 內部逆境失敗了 對於關聯方來說更爽了 花生死相當於是兩回合沒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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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來 行 寶貝 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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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笑臉 对面在点到花骨山以后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作为了 对面 鱼灵幻章方花骨山已经站起来了 罗汉继续盖 这是打的节奏有点太慢了吧 起个风 会俩属于人直接要杀幻神寺吗 应该是提前破的吧 这个时候好像 没法杀幻神寺呀 提前破的破血空弓 放手 再來把金槍 關卡皇也是一板金槍 無所遁形 小騎子立起來 緊無咒繼續套著 雙方又回到了開頭了呀 這打了半天 這又回到開頭了 寶寶方面對面肯定在那便宜嘛 地府有了新的靈圓 控制盤斯 這波對面是有機會點的 起了一混元傘魔鏡 加上看一下小騎子能不能挂得中 半天硬点殺關卡皇 武裝罐 但是關卡皇这边把混元傘也立起来了 不一定扛得出 隊友貼一貼 血量現在還是蠻多的 单抽 七千八出暴擊 關卡皇武裝罐倒地 武裝罐倒了 花鼓山也就沒了 再加上關卡皇剩下三封系以后 牵制对面的點殺能力 也就急需下降了 你本来双封系 是不是控一控地府呀 是不是控一控大桃 对面他不好点呀 现在你三封系了 对面点殺就更加的丝缓了 有了青石以后 甚至可以继续点殺关卡皇的花鼓山 对面卡了个药 小死亡有青石再点关卡皇的花鼓山 赶紧起指 能不能扛得住 六千五不行 扛不住了 带走 又是一个人头 这个时候对面 延长换地厅啊 啊 这个时候没说的了 感觉甚至今天要雪齿了 再来一把青石 雪齿 这雪齿之路要开启啊 这个无魂 对面直接送你一把五字经 五字经是控制你的主动法宝的 刚才那个给武装的翻天印啊 就武装官身上不是脚底下有个方框框吗 那翻天印是控制你的被动法宝的 啊 就你触发什么金甲法甲之类的 你触发不了吧 啊 翻天印是控制你 被动法宝的 啊 无字经控制主动法宝 一把战敌加上 正好场上又有地厅 又有青石 大唐也能动 双眼长 扔出来 刚才还说对面节奏慢 突然就提起来了 大唐那边再换一个地厅 哎 这个地厅摆给了啊 但无所谓 哎 优势足够大 再送走一个宝宝 再招地厅 再换地厅 孩子也不要了 或许广宝 还是以青宝宝为主 青尿宝宝就好清场 其他的就交给地厅了 什么利用鬼眼 观战方刚出的高速高连 啊 那看那个血量 应该是一个高速高连 直接被秒死 这个地厅也成功的哈出来 观战方就剩三个光杆司令了 下个回合对面 还有俩地厅呢 啊 如果大唐神木 再给你来一把青石 你怎么办 啊 这场比赛不好打在哪 就是 你看不见鱼老的 他 他的那个点在哪 就是他赢 他赢的点在哪 啊 你看不见那个点 或者说 你不知道他该从哪个地方 去入手打这场比赛 小死亡 在哪里呢 就是鱼老早早的就开始杀人了 啊 就开始用他的紧箍咒 以及静疗配合着去点杀人物单位 啊 你能看见那个点啊 这场比赛你看不见他这个点 就切不进去 化身色倒地 比赛结束 就这么短短几个回合啊 对面抓准机会 先点武装 再点花果 成功拿下 哎呦 这生日快乐 这 血耻一次 它不容易啊 呃 生日最近也是加强了啊 又有几个老板 去了生日快乐啊 也是得到了一个加强 所以啊 24年 看看生日的成绩怎么样吧 玩个练习声 咬一咬 小嫂也挂中了 狠嫂千军 送你回家 拜拜